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群的奥运金牌烤鸭是唯一进入第29届奥运会和13届参奥会 为一些奥运官员和体育奸二次准备的征用烤鸭 它被誉为奥运美食金牌 也有媒体称为这是奥运 在这里客人们享用的金牌烤鸭与奥运特工烤鸭有着同样的品质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有上万只这样的烤鸭飞进了奥运村 在奥运村主餐厅里 北京烤鸭成为各国运动员们最爱的美食 然而被誉为奥运美食金牌的北京烤鸭 却曾经一度在村外徘徊 那么北京烤鸭是如何飞进奥运村的 这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万多名运动员 两万多名媒体工作者 以及数百万人次的观众聚集北京 除了震撼人心的奥运竞技场面外 人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 中国人该为世界奉献出什么样的奥运大餐呢 北京会把什么样的特色食品推向世界呢 东京的奥运会让世人知道了日本的寿司 汉城的奥运会呢 让世人都知晓了韩伯的泡菜 那么在北京举办奥运会 我们利用奥运会这样一个契机 让来自海内外的世界兵棚 品尝到或者认知到 什么样具有中国和北京特色的风味的美食 应当说北京烤鸭是最好的代表 根据国际奥运会的要求 北京2008年奥运会奥运村主餐厅的菜单 西餐占70% 中餐占30% 按照国际奥运会的惯例 奥运餐饮服务商要采用国际招标的方式 进行全球招标 其中北京奥运会运动员村 媒体村 国际广播中心和主新闻中心的餐饮服务商 是通过竞争性谈判确定 2007年5月16日 连续七届为夏季奥运会提供餐饮服务的 美国爱马克公司和北京首旅集团一起 与奥组委签约 共同成为两村两中心的餐饮服务商 在提出进入奥运菜单以后 说得跟爱马克公司来进行交涉 这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然后在和爱马克公司交涉的过程当中 他们又对考压不是很理解 那么这时候我们很焦急 如果这次机会抓不住 那么我们会遗憾终生的 因为奥运会对中国人来说 对北京来说百年不遇 烤鸭能不能进村 什么样的烤鸭才能进村 首旅集团在爱马克的协商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有着五千座位的运动员村主餐厅 爱马克的设计师按照往届奥运会经验 进行了厨房规划设计 而要想增加烤鸭就必须增加加工场地 除了有地方放烤鸭炉 还要有地方来完成北京烤鸭独特的制作工艺 亮坯 这个就是我们店里的一个亮坯间 这个环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才能达到亮坯的标准 亮到24小时至36小时以后才能进行烤制 烤鸭的质量好坏 最关键的就是亮坯 烤鸭能不能进村的第一个焦点就是 奥运村里没有专门的亮坯间 亮坯是地道北京烤鸭不可缺少的一道工序 可是要在奥运村厨房设立专用的亮坯间 这是爱马克之前没有想到的 因为从爱马克他制作的这些中式菜品和西式菜品来看 多数都是已经切好的丁片 然后来了以后做一个加工处理 然后就直接送到保温的柜子里面等候上餐了 但是烤鸭不行 烤鸭一定要限制 就刚才说的 有前期的可追溯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 也有现场制作的亮坯环节 烤制环节 片质环节 我们听出来以后说不行 我们这厨房里没有地方 你们这炉子放不下 没有冷库 你们的鸭皮没出鸭 直到2008年4月 现场制作烤鸭能不能进入奥运村 仍然在争论 请了澳组委各相关部门 和我们运行团队的有关方面 以及爱马克手里的相关人员 共同来研究这个议题 一点一点的讲 甚至把它带到我们烤鸭店去看一看 或者说让它品尝一下烤鸭 它慢慢就理解了 你这烤鸭就一定要现场制作 这样的风味 才保证到最好的水平 经过北京澳组委首旅集团 与爱马克多次的协调和沟通 最终在奥运村主餐厅里 专为北京烤鸭开辟了一个 独立的亮坯烤制空间 什么样的鸭子才可以进村 请继续收看 走遍中国金牌烤鸭揭秘 这就是我们的制批过程 刚才我介绍的 一压一消毒 就是指的这一把刀 每用一次消一次毒 你看啊 它从叶下开枪 看到吗 叶下开枪 也就是从叶下 大约三到五公分钟的口子 要把整个内造取出来 保证完整出来 不能破裂 在这里 24小时不停地为奥运生产鸭坯 宰杀 烫毛 吹气 洗糖 烫皮 打糖 晾坯 每道工序 都要遵循严格的奥运特工鸭坯标准 2008年6月 正当全聚德 按照严格的卫生标准 紧张地加工 奥运特工烤鸭专用鸭坯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了 进驻现场的卫生检疫部门 提出一个问题 原来制作的鸭坯 不能仅存 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让我们进驾 我们这个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操作的 他们说 我们只是看到了你最后的结果 但是你这个鸭子到底是怎么养大的 到底是吃了什么饲料 到底是喝了什么水 到底是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 我们没有看见 所以这个字不能签 卫生检疫部门提出 为了奥运食品安全 奥运特工北京烤鸭 要做到全程可追溯 所谓全程可追溯就是 鸭子从出生到制作成鸭坯 每个环节都要有记录 并且要有卫生检疫部门的现场监督 原来准备的鸭坯不算 必须重新养鸭子 对于烤鸭的食品安全 我们是有充分信心的 无论是从养殖 屠宰还是烤制过程 我们都有严格的保障措施 但是作为奥运的特工烤鸭 必须要有食品安全部门的官员 进行现场的见证 才能进入 奥运村的运动员餐厅 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 奥运会期间需要供应八万只奥运特工鸭 眼看着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奥运会就开幕了 重新养鸭子还来得及吗 定点养鸭厂是 咱们三元进行鸭液饲养的 那么我记得当时很紧张 我在电话里找到张总 我说张总不行 我们原来的储存的鸭子都不能过关 必须得从现在 从出胆壳开始进行监控 所以您得想办法 我说如果说现在 我们在做这些调整 那么在投入品的采购 如果不能采购到位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危及到 我们连产品都没有了 没有办法提供 谈了很长的时间 后来就有点急了 我说张总 如果你养不出来 我就无法完成进入奥运村的任务 那么这不是我们养不养鸭子的问题了 是我们能不能完成奥运会任务的问题了 北京鸭原产于北京玉泉山一带 是世界著名的肉用鸭品种 北京烤鸭专门选用正宗北京鸭 以独特的人工甜鸭方法 养出来的北京甜鸭做原料 这样烤制出来的鸭子肥而不腻 酥脆香嫩 而为奥运特工的北京甜鸭 在食品安全的要求上尤其严格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奥运特工北京鸭能否养成 又是怎样养成的 这些鸭子呢就是刚刚出壳三日零的 从南口那个基地转过来的 像这些小鸭都吃的什么食料 喝的什么水 这里该都有记录 都有记录 对于这个整个工奥产品呢 更保证它安全 就要求我们这个原料呢 就是从小鸭厨开始 就要有什么呢 就要有跟单有记录 按照这个国家规定啊 是可以添加一些动物原性的 一些这个添加的这个原料 你比如像鱼粉 胡粉 那么我们为了保证呢 这个工奥产品的安全 我们把它呢都调整成 磷酸清盖 矿物质的这种原料 那么同时呢 那个在对鸭子这个防疫啊 预防性用药 我们全部都改成中草药了 这个这一个鸭房里的鸭子 大约能有多少值呢 这里边应该是在四千到五千只 奥运会期间 需要供应八万只奥运特供鸭 而三元金星鸭业 一个月就能出来五万多只鸭子 八万多只对于他们来说 只是一个多月的产量 供应奥运会应该不成问题 为什么张彦平一再坚持 重新养鸭子可能来不及了呢 规模我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还是投入品 它的主要生产地呢 在四川 12号又赶上汶川地震 那么这种原料呢 就是给我们提供呢 就已经很困难了 所以当时在接到这样的通知呢 我们的海力紧急的组织 这个磷酸清盖组不进场 所以当时的难度应该说还是很大 因为它要有一个饲养周期嘛 距离时间已经很近 小鸭子从出蛋壳到出篮 要经过三十天的自由取食的喂养 然后再经过十天左右的甜鸭式喂养 快速增肥 而为奥运特工的北京甜鸭 基本都在五斤半左右 最轻不能低于五斤 最重不能超过六斤 这样才能保证烤出来的鸭肉鲜嫩可烤 按照原料供应商商的这种要求 我们重新给它 按照这个由防疫 检疫 包括这个驻厂的兽医 工商 甚至于公安部门的签字 签单 这样的产品呢 提供给它 通过进入奥运村考验的可追溯制度 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过去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呢 都是在一个具体的部门 具体的环节 今天要实现这种可追溯 就必须可以回头追溯到烤鸭 从养殖到一直上桌的所有环节 来通过这种制度保证食品的安全 2008年7月10日 第一批全程可追溯的北京鸭 运送到加工中心 进行涂彩制皮 2008年的7月15日 生产出第一批奥运特工北京鸭皮 奥运特工鸭皮 真正做到 鸭子从出生到加工成鸭皮 全程可追溯 对于这套奥运特工考鸭的食品可追溯制度 我们不仅要在奥运的运动员餐厅当中使用 而且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已经在研究方案 将逐步的在全局的所有的企业里面加以推广 有了身份证的鸭子 还要经过官方指定的第三方专车押运 还可以进村 给运动员吃的食品一定要有非常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 一个就是药物的残留量 一个是农产 就是饲料里面有的农业的肥料 或者是添加剂的残留量 那么对于运动员还有一个指标 就是兴奋剂的含量 我们检测了含新温剂三十种药物的检查 全都通过了 没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 我们把这个标准拿给我们手里一团看 手里一团放心了 好 你们进了 有了身份证的鸭子 终于可以进村了 可是在绿色奥运的终止下 明火化炉烤制根本不可能 进了村的鸭子 究竟怎么烤制 请继续收看 走遍中国金牌烤鸭节目 挂炉烤鸭的吃法源于公平 后来传入民间 所有京师美传莫妙于鸭的美誉 挂炉烤鸭必须用果木明火烤制 只有这样烤出来的鸭子 才能肥而不腻 酥脆香嫩 并且含有淡淡的果木清香 然而在绿色奥运的终止下 明火挂炉要想走进奥运村 是根本不可能的 08年的4月初 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条件 如果你要明火 你不要进屋这样的鸭子 你到别地烤好之后拿来行 挂炉烤鸭不仅在烤制上 讲究一定的火候 而且在时间上也有严格的要求 明火烤制好之后 五分钟内必须上桌 否则烤鸭就会辨别 口感和味道就差了 奥运特工烤鸭 如果不能现场烤制 还能代表北京烤鸭 真正的品味吗 所以说呢 我说的这个法宝就用上了 我们有我们的电脑卡炉 这电脑卡炉呢 它是没有明火 而且呢 它没有这个污染 它不烧柴 没有污染 完全是用这个电 用热风循环的方式来制作烤鸭 2001年7月13日 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之后 全聚德就意识到 奥运村可能不愧正明火 挂炉烤鸭技术 于是开始研制全自动电脑烤鸭炉 模仿我们最优秀的烤鸭厨师 它的烤鸭的过程 我们把这个过程呢 数据化了 然后把这个数据呢 装入了那个压炉的计算机的芯片 它可以千百次重复这样一个过程 那因此呢 把我们全聚德的这个抗压记忆 也是可以说是完整的 永久的保存下来了 二十只 烤二烤三烤四 它温度不一样 时间不一样 对这个压披的这个要求就不一样 咱们一般的这个全聚德 咱们这种北京田压呢 就是用烤二或者烤三 就能达到咱们挂炉烤鸭的那种质量标准 白师傅告诉我们 烤鸭的温度和时间都是电脑自动控制的 烤鸭师只要根据鸭坯的大小和躺闪的深浅 选定烤制的时间按钮就行了 那么电炉烤出来的鸭子跟明火挂炉烤出来的鸭子味道一样吗 当时有人说了 你这里没有明火烧烤 你没有烧这个枣木啊 与此同时呢 我们还研究了一种这个天然的枣汁 我们把这个枣汁呢 这个喷涂在这个鸭子的表面 这样呢 烤出来鸭子也完全有一种枣木的味 那么说从口感来说呢 已经 我们的厨师已经都尝不出来 哪个高哪个低了 北京奥运会期间 全聚德派出180多名厨师服务员进驻奥运村 其中30多名专门提供烤鸭服务 为了让各国运动员品尝到现场烤制的北京烤鸭 在奥运村主餐厅的专用烤鸭间里 支起了四台全自动电脑烤鸭炉 鸭子烤好之后 由专业的片鸭师片成条 再由专人卷成烤鸭卷 送到亚洲区分餐台 有专门人员加给取餐的运动员 在经过了几个比赛事之后 运动员们喜欢上了北京烤鸭 烤鸭能见到就是我们奥运村的餐厅 我觉得也是一个大的特色 我看见很多外国的运动员都去那里拿烤鸭 我自己肯定也去拿烤鸭吃 因为我是广东人 到了北京我也喜欢吃烤鸭 最新的就是澳洲运动员托里科特 他是一日三餐都来吃咱们的全局的烤鸭 当地报纸也曾经报道过 就是很幽默的报道 说是北京烤鸭帮助他取得了奥运迭勇金牌 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以来 奥运村主餐厅每日提供的北京烤鸭 有最初的300只增加到600只 仍然供不应求 与此同时 奥运村外的各大烤鸭店更是异常火爆 2008年8月12日 一位外国友人的造访 使得王府警烤鸭店沸腾起来 老布什来的时候 大家都突然发现 因为不知道啊 没有那种跑过来 或者像粉丝一样那样的 真的冰冰有礼的站起来 鼓掌挥挥手 然后老布什就坐在那 和大家一起来用餐 在卷烤鸭的时候 也是吃了一卷 又一卷 上世纪70年代 老布什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 经常光顾王府警烤鸭店 阔别30年之后 老布什借北京奥运之机重游故地 很是兴奋 起来以后 他自己主动说 要和我们的服务员一起照相 要和我们一起照相 那么这时候 外边好多人都知道是他要走嘛 所以大家非常有礼貌的 这个列队夹道 补掌欢送 那么他一看到这个场面 他自己就走到那个人群前面 然后就举起双手就这样 说了三个连着 China China 就这样 奥运会期间 仅全聚得在北京的直营烤鸭店 就直接接待了国家元首19位 国际奥组委的重要官员26匹 国际奥组委相关的官员和技术官员85匹 北京烤鸭给各国友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国际奥组委员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德国国家通讯社, 意大利国际新闻社 和中国新华社等众多国内外媒体 不谋而合地将赛场外的金牌 授予了北京奥运会 已经向北京奥运会发出非正式邀请 北京奥运会又往飞进伦敦奥运村 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这块赛场外的金牌 就像一个符号,一个载体 让世界认识了北京 认识了博大精神的中华传统美食文化 一块石碑真的能有如此神秘 这个背上那些文字 看起就是天书呀 奇怪的天书究竟何人所写 是虚构的传奇 还是显没人知的历史 进行收看国宝第一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